杨坚先是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可渐渐地却陷入了沉思之中 最后也竟然有点跃跃欲试了 等到李顺把自己的想法一口气地讲完 杨坚却还是皱起了眉头 他说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你的想法看似完美 可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你能使整个过程都做得天衣无缝 不露馅吗 是在人为吗 只要每一步都做得细致周到 就能万无一失 你想过没有 这如同儿戏的做法 万一弄出个纰漏来 那才真的是比 赔了夫人有哲兵 更严重呢 为啥竟往坏处想呢 只要审慎行事 竟能将痴魅亡两 一网收尽呢 可是 你要陈老板和小乐子都参与 他们能同意吗 此可不能一厢情愿 况且 搅和进去的人越多 越以出疲漏 此事 关系陈老板女儿及全家之命运 他岂有不配合之理 立顺说 请陈老板和小乐子配合的事 我可以开诚布公 一一向他们说明白 那行 杨坚也来了精神 事不宜迟 今夜 咱们就卓人通知樊伟 叫他来此商量 调兵遣将的事 和你来个 里应外合 双管齐下 杨坚卓人 去城内兵府 叫樊伟 立即过来这边说事 兵府里的人告知说 樊伟去大红山 已有几日 至今未归 杨坚在此卓人 连夜赶赴大红山 只会樊伟 于次日回周牙议室 第二天一早 李顺还未及出门 樊伟一策马赶到 他是下半夜 接到通知后 摸黑赶来的 杨坚请樊伟 于书房共进早膳 并笑着说 你是否还记得 咱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在这间房里 说话的 当时 樊大人曾许诺 一旦到了解决 郑云飞问题的时候 军愿以府兵相支持 卑职 却是这样表示过 再说 杨大人原本就是 隋州府兵之最高首长 一通反尾 哪有不另出急刑之理 好 当下 一道兑现承诺之时了 请樊将军 即刻回往大红山 几合两千精兵 原地待命 并令抽 两百名训练有素的士族 于今日夜间 赶到城内 兵府营中 听我调遣 嗯 此都没问题 樊伟说 只是 年轻力壮的士族 都在山里 伐墨挣钱呢 那不更便于集中 那不更便于集中吗 钱少挣点得了 叫他们下山 洗个扫 解解阀 再杀几头猪 打点鱼 解解缠 杨精蓄锐 待命 准备干件大事 是 小鸽子反尾 蹭地站起来 逆势扬间 目光却有点怪怪的 他说 看来 大人是真的要去捅 马蜂窝了 赵说 平日里咱与大人 接触也不算少 咋得竟未觉察出 一丝一毫 你要干此等事的迹象呢 嗨 平日里若闹得是风生水起 马蜂还不四处乱窜 到处遮人呢 那窝 还能一锅端地掉吗 杨奸 也盯视了反尾一眼 故意道 你怎个一惊一乍的 林阵有点怯了是吗 咱 咱确实有点为大人担心 不要紧的 你照咱说的去做就成 要注意 那两百人进城 要悄无声息 切记打草惊蛇 这个请大人放心 咱这就回大洪山去 先把那两千人 按大人的意思安顿好 然后 由咱亲自带领二百人 进兵府待命 好 这天晚上 直到掌灯时分 李顺才回到周府的关崖内 杨奸教把留给李顺的饭菜 都端到了书房来 朱伯打来了洗脚水 李顺把脚泡在盆里 往嘴里扒着饭 一双悠悠的眼睛 在光照不怎么好的房间内 闪闪泛光 待伺候的人出去以后 杨奸才迫不及待地问道 事情办得咋样了 还行吧 李顺边吃边道 咱先找的程老板 他对咱是望远欲穿 生怕我们不肯管他家里这桩棘手事 听说我们要负责的一管到底 特别高兴 接着 咱提出要他配合我们做好一些事项 他就愁眉苦脸起来 爬出破绽 弄得正家翻脸 是全家遭致杀身之祸 他有顾虑 竟有可原 咱也同样爬出纰漏呢 杨奸插嘴道 咱当时就对他说 这确实是招险棋 其结果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可除此而外 别无他法 并说 咱这几日可以他家管家身份 入住陈宅 与他的家人患难与共 直至彻底解决问题 他听后才转由为喜的 哦 那小乐子呢 他能同意 他开始听咱说明原委 气得暴跳 一口拒绝 我就说 你这条命都是刺史 为你捡回来的 他如今命你做点事 并不会要了你的命 可你不干 这还像个人吗 他就说 那事咱干得来吗 再说 你哥小 只有你干才合适 才不会露馅 他就勉强同意了 哦 就这 你花了整一日 哪能呢 李顺道 在陈老板的酒店里 和他俩分别把话 讲清楚以后 陈老板陪咱去了 他的府上 和他的家人 仆役都见了面 顺便说一句 他家的大小姐 是真的生的美 用貌若天蝎来形容 一点不为过 咱在他家用的午膳 全家人都愁眉苦脸的 不搭冻筷子 只有咱美美的 饱餐了一顿 明日一早 咱就走马上任 去他家当管家了 下午咱还到教行 逛了逛 这一日呀 紧巴巴的 东奔西走 七窍生烟了 第二天一大早 一同樊尾又来了 看他一脸得意之色 杨坚就知道 事情办得一定不错 事情都安排妥了 杨坚问 妥了 樊尾说 两百人都是经咱少 一个个挑选出的 昨夜二更才进的兵府 对指手城门的士族 咱前日出城时 就打过招呼了 两百人是分散着 就没声息地进来的 哦 那两千人呢 也都集合好了 唉 别提了 前晚 咱从大人这里 返回大红山 天都已经大亮了 马上拙人去山里 把乏术的人都叫回来 他们见兵营里 又是杀猪又是打鱼 比过年还热闹 个个喜笑阳开 咱宣布待命的 只有两千人 没悬上他还不高兴呢 此时 阳间方见 樊尾的眼圈都发黑了 于是说 辛苦辛苦 今天上午 包括你在内 都好好的歇息歇息 说不定啊 下午李顺 要到你那里去调教 调教那二百人 两天以后 也就是在郑家 提出娶亲的日子 陈家门庭 在新任管家李顺的张罗下 里里外外 张灯结彩 焕然一新 一派洋洋喜气 这座不大不小 原本十分精致气派的陈家宅院 因为年久失修 已显得破败凋敝 管家李顺上任一时 为使郑家人感到陈家嫁女之诚意 提出两日内 要把陈家修起一心 陈老板面显难色 说自己的酒肆 只是打肿脸充胖子 勉强支撑 这一大家子人 其实是靠祖上留下来的田土 维持日常生计的 根本拿不出一大笔钱 来修弃房屋 李顺就到 不是说郑家下聘礼 一次就给了一百两黄金吗 陈老板说 那钱怎么敢动啊 到时候是要还给人家的 管家李顺大为光火 善后说 现在都火烧眉毛了 你还想得那么远 陈老板立刻把一百两金子 全部都交给了李顺 李顺则大大咧咧的 来了个全家老少大动员 买物料请工匠 人手还不够 就把兵府里的那二百府兵 一律镯变装 调了过来 两日两夜连轴转 终始陈宅 旧貌 换心眼 正午时分 郑姐按约 骑着那匹全身无杂毛的白马 披红挂彩 带着一班吹鼓手 和二十四人台的大花轿 准时来到陈宅大门口 这班月工是郑家物宝 用于娱乐 祭祀 平日训练有素的砖班子 大花轿和轿工 则是花钱从轿行租来的 李顺指挥家人 在门口放起了鞭炮 刹那间 谷月和鞭炮齐名 好不热闹 郑姐原怕陈家不肯乖乖就范 还带了二十余名精壮嘉宾 抬着整体宰杀过的诸和礼品 倘若情势不对 就欲抢婚 可是一见这般景致 大喜过望 立即下马 迈过堂屋 向岳父母三叩手 此时 陈家小姐一穿着鲜红的嫁衣 农装艳抹的 在两名丫鬟的搀扶下 出访 拜见郎君 正见一见 更是心花怒放 管家李顺忙前跑后 指挥陈家一干仆役百艳 吹鼓手 及杠台彩礼的一应杂役 被安排在前院的花园就座 二十四名教夫 则被安置到后院入席 堂屋里也摆了四张桌子 新郎官及南方的亲友宾相 还有陈老板夫妇和陈家至亲 则在大堂中聚集一堂 陈老板夫妇忐忑不安 郁郁寡欢 他们不知道 这曲由管家操持的真做之假戏 最终会弄出个啥结果 管家李顺 则从容不迫于主宾席上 先给新郎珍了酒 又给郑家亲戚及宾相一一珍酒 之后才转到主人陈老板的面前 他右手直呼珍酒 左手则暗暗顶了一下老板的后腰 俯身叮嘱道 震作点 开了一辈子酒思的陈老板 这才强打精神 举杯起力 恭紧地朝周遭宾客道 今日是小女大喜的日子 咱敬大家一杯 说完 一不与女婿和客人碰杯 镜子一饮而尽 接着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和公愁交错中 仅此一杯酒 然而 陈老板已觉得 昏昏欲醉已 恰恰此时 李顺一眼扫见有个丫鬟 从侧门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她立刻走了过去 将丫鬟拉出了大堂 丫鬟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不好了 小姐她 她已经昏厥过去了 李顺横了她一眼 然后说 小姐有病 你跑这里来干啥 咱不是早把郎中请来了吗 你去叫郎中啊 丫鬟这才慌里慌张地 去找郎中 原来 细心的李顺就怕出意外 早把药堂老板王玉兴 请到了陈家 这几日 若不是王玉兴用药调理 陈老板夫妇 恐怕早就支撑不到婚宴上了 李顺赶到小姐的闺房 她身着一身红嫁衣 双目紧闭 气息奄奄地 躺在了床上 不一会儿 王玉兴也到了 她在小姐的太阳穴上掐了几下 接着吩咐丫鬟打盆凉水来 把用凉水浸过的不怕 搭在小姐的前额上 没过一会儿 小姐极清醒了 你这是何苦来呢 李顺也顾不得男女有别 坐在小姐床檐上说 咱早就对你发过誓 等这般人一走 你就没事了 你今后想嫁谁 就嫁谁 可你 偏熬不到那一刻 小姐虚弱地 已经不能说话 却用怨愤的目光盯住李顺 这一两日 她见这个新来的管家 一指气使 屋里屋外 一手遮天 连父母对她 也是唯唯诺诺 这哪三个管家 分明就是陈家的太上皇吗 更可恨的是 她一直许诺说 不会将自己 往火坑里推的 要自己听她的话 可是现在 花轿都抬到了大门口 那个没人性的恶狼 已经进了屋 她竟还捉丫鬟 硬拽自己出门 与其见面 这不是哄死人不甜命吗 李顺看着陈家小姐 已经清醒 就把王玉兴 拉到了门外 她悄声地问 小姐情况如何 要不要紧 王玉兴说 她的体质原本不错 只是受到惊吓 这几日 又没有吃什么东西 身子叫虚 试过之后 调理一下 不会有大碍的 没事就好 李顺虚了一口气 不过 你得帮咱守在此处 一是 务求小姐丫鬟都不出房 二是 不要让小姐 又哭又闹起来 这都好办 这个丫鬟 逼恐不及 哪敢扇子出房呢 小姐 则是要哭 也有气无力了 好好 这样就好 咱要应付外边诸事 请您 还是要把住这张门 一方万一 李顺说着 抽身便走 此刻 她要管的事 确实太多了 婚宴足足进行了两个时辰 李顺看着正简 早已经心援一马 再一算 也却要启程了 她于是 走到前院 给每个吹鼓手 都分发了一个 一两银子的红包 吹鼓手们 兴高采烈 酒足饭饱 底气十足地 奏起了喜悦 陈家仆役 也按李顺的要求 燃放起了鞭炮 红光满面的正简 精神大振 起身朝岳父母 打工作别 这个时候 新娘 一披着红盖头 在一群衣着鲜艳 群聚飘飘的 半娘和丫鬟的簇拥下 缓缓出门 并半推半就地 进了大花轿 二十四位教夫 则已各就各位 领教者 在鞭炮和鼓乐的喧闹声中 发出了一声 力拔山西的呼喊 声轿 于是 披红挂彩的大红轿 便喝着音乐的节拍 悠然而起 醉意阑身的正简 跨上白马 不识少爷风度地 拱手向陈家父老乡亲 和周围看热闹的人 拱手告辞 花轿和台嫁妆的 送亲长队 渐行渐远 是刚才还热闹非凡的 陈家宅院 一下子陷入 死一般的禁忌之中 小姐归房中的几个人 只有充任郎中的药铺老板 王玉欣 最先觉出外面气氛有变 她于是 对房内的小姐丫鬟 交代说 你们不要出声 不要外出 咱先去 探探情况再回来 说完 出了闺房 仍把房门合上 过了好一会儿 躺在后院柴草房中的 二十四名教夫 已渐渐地恢复了知觉 他们被十余名 守着兵器的辅兵告知 今晚都不能回教行 但可以在陈家后院活动 饿了有韭菜招待 原来 婚宴的时候 教夫们的韭菜中 都下了迷药 他们一个个迷倒之后 就被府兵 掺进了柴草房 躺在了松软干燥的 柴草垛上 取代他们 充任教夫的 则是二十四名府兵 起先 李顺还担心 这些从未抬过轿子的 府兵难以胜任 此相步调一致 技能较高的活计 还让樊尾出面 去教行租来一顶大轿 先在兵府院内 演练演练 没想到 从那二百人中 随便挑出的 二十四名 个头一般高的府兵 抬起轿子 才走两趟 就十分合拍了 究其原因是 他们平日里 在山里 伐木彩石 一根原木 或一块石料 少则两三千斤 多则上万斤 几十个人 或百数人 一声吆喝 抬在山路上 都走得稳稳荡荡 抬这么轻巧的 一顶花轿 还能不和玩一般 轻松自如 小生亘荡 surrounds 然后蘅荡值 先去一步 惨荡 wire 达小于